第2386集 是神庭之主吗 他要成道了 不死天后是在担忧吗 想抓紧时间在其成道前将其斩杀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猜测 除此之外 还有谁能让不死天后这般急切 放下其他一切 要迎战至强敌手 飞仙古星域是一片禁忌之地 生存有很多强横的生物 叶凡来了追寻雷地下落 不过在这里却未果 而他也没有进入那颗灿烂的大星的封印地 这里有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他现在不想节外生枝 另一片区域 人魔老爷子也在行动 寻觅准地雷神 数日后 另一片星域传来消息 雷神毁掉天庭一个分朵 将一颗大星化成了截土 毫不保留地实施了全灭 尽管那里很荒凉 是天庭所统治的边疆 天兵不多 但终究是惨剧 让人愤怒 他觉得 神须是龙滩虎穴 无人敢去闯 才敢这般在外肆无忌惮 将来早晚要去踏平 半个月后 叶凡人魔都回归 守在天庭各部间进行巡视 终于雷神在线 施展天法 又一次来血洗 要灭天庭的有生力量 这一次黑黄充足准备 提前布下的阵纹发挥了作用 可定位于传信 即便相隔数十上百光年 叶凡坐下的祭坛也亮了起来 指明方向 嗤嗤的一声 他撕开虚空 瞬息远去 在这一日 天地暴动 一片星雨几乎被打沉 发生了准地级的血战 想给你一个惊喜 将你的步众都杀个干净 不想你也从战场回来了 那就在这里来个了断吧 雷神冷森地说道 成为准地后 他底气十足 到了现在没有多说什么 上来就是血战 叶凡白腿横扫千军 要将此人拦腰截断 雷神大吼杀气卷万古 雷法之怒秉承上天意志 破灭万法 碎灭万物 胜体 仅是你我只有一个能活下去 他也不是纯粹为了泄丝粉 仇杀天庭部中 真正遇上叶凡后 也想进行光辉遗展 因为地禄终究要靠真正的实力说话 像他这般自负的人 怎会在诸皇子 起初的起始阶段就退缩 必然想杀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来 回应给他的是一个拳头 粉碎漫天雷点 叶凡沐浴雷光 不退反进 杀到了近前 圣体 生在这样一个黄金大事 难得遇到诸多对手 这是你我的幸运 也是你我的不幸 战吧 雷神狂笑 电芒更吃剩了 大道符文刻满天空 爆发出黄邪准地的大威势 惊悚人间界 叶凡并没有轻视敌手 全力厮杀 幸与不幸 皆在这一世 一道道 电芒纵横 撕开了宇宙 星辉绽放了又熄灭 如一朵朵 仙趴盛开 凋零 这是生与死的葬哥 凝炼一条孤鹿的血与火 雷神发威 以自己真正的实力镇压叶凡 要杀出一片璀璨的星空 以正自己的不朽路 这是实力的较量 是两个弟子及人物的生死对抗 没有阴谋 没有诡计 有的只是对地露残酷的权势 一番惨烈的大战 血在飞间 天节光芒暗淡 代表上苍神阀的雷光 尽管强大无边 烙印下无穷道福 但到了最后 依然被叶凡打爆了 雷神横飞而起 浑身军裂 鲜血在这一刹那绽放 整个人扑的一声炸开了 血与银白的骨块飞起 他死在了叶凡的天地泉下 珠黄之子齐楚 地露真正的大决战 才刚拉开序幕 就已这般残酷 人魔跺脚 他来晚了一步 没有能阻止 眼看着雷神爆碎 一阵叹息 老爷子愤愤的说道 下次不让你动手了 九座地关前 一座巨碑缓缓 从混沌中出现 叶凡的名字 一下子亮了很多 而雷神的名字 则永远暗淡了 上面密密麻麻 出现了很多名字 黄金天女 人魔圣皇子 道一 火旗子 老疯子 黄须道 等数十人的名字 也很明亮 全都是地露上 潜力极大的人 在叶凡与雷神 这一战刚落下帷幕时 九座地关间 就出现这样一座大碑 让人震撼 许多人都莫名 所以不知是谁所利 几乎是在同一天 一场波及 更广泛的大战 也爆发了 不死天后 与人在九座地关 后方血拼 震动宇宙 人们感觉到 那种可怕的危压 恍若又来到了 黑暗动乱那一刻 那种波动 太过巨大了 席卷人间界 竟然有这个 极数的大战 所有人都震惊了 不死天后 是在与神庭地主 决战吗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猜疑 叶凡感知到了 倒也无惧 即便不是对手 但而今到了准地境界 想要顿走 引伏下来 也是可以做到的 龙女 黄金天女杀来了 此外神明一线 杀起滔天 出现在这片宇宙 从那片战场赶来 叶凡感应到了他们 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他知道自这一日后 他想心慈手软都不行 一条燃血的地路 延伸到了脚下 没有选择 不得不走 需要踏着一位 又一位 打敌的尸骨 前进 黄金大势来临 强者如云 一个充满征法与大战气息的 苍茫时代到来 让修行界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这种气氛 无论是星辰上的修士 还是行走在宇宙中的圣贤们 一个个都心有紧张 不知道会不会被战乱波及 不死天后 镇骨硕金 打出的法则席卷八荒 让很多人都感觉到了 他的强势 连准地都悚然 叶凡仰望星空 一阵沉默 天庭 布中 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他太强大了 像是回到了黑暗动乱年代 那种波动 让人绝望 无与伦比 这一战牵动了 每一位强者的神经 所有人都在关注 无不想知道结果 激战一天一夜后 那些至强的法则都弱了下去 可见双方的惨烈大战 多么的激烈 手段进出 杀到了道法语自身 都濒临毁灭的地步 人们无不心惨 那是发生在 九座地关后的激战 天地交感 秩序神殿 传档这么远 怎么不让人心惊肉跳 那本是一条 无数英杰准备的地路 白鸽争流 朱雄争霸 最终的胜出者 将屹立于绝颠 登上九座地关后的最高峰 可是 尔吉那里却成为了 只有两个人的战场 让九座地关中的后辈沉默 没有一句话 这是一个盛世 让人欣喜 让人绝望 充满了矛盾 哄的一声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一瞬间的波动 让全宇宙的人都一阵战力 影响到了诸天万玉 最后 这一战落幕了 并没有真实的结果传出 一座巨大的黄巢 沾染着血迹 缓缓从九座地关后飞走 沿途洒血 驶向了不知处 没有人敢跟随 只因为他是不死天后的神朝 是他的栖息地 人们不知他事胜事败 无人敢惊扰 这一震惊世间的大战 落下了帷幕 许多人都悚然 风潮上有一轮大日 还有一轮大月在转动 弥漫出了绝代强者的气息 有传说中的一位神将在守护 不久后 消息灵通者得到这样的消息 言称亲眼目睹 所有人都心中一沉 追随过不死天皇的八位神将 果然还有人活着呀 是曾经封神的存在 守护在那里 世间谁敢闯 众人心中生出一片阴霾 那位阻挡不死天后的强者 死了吗 若是这样的话 谁还能阻挡他的脚步 今日重伤 他日还会回来 到了那个时候 真的要君临天下了